好的 歡迎歡迎越世界喔 那我們今天聊一下我們這個 新色雕群俠鑽之鐵血丹青 其實這遊戲有點接近到小小的尾聲 退坑的人真的很多 但是其實 如果說遊戲會繼續運營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倒是無課玩家 一個可以功課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現在比較少人 會去跟你在拍賣行裡面用元寶搶 那你元寶的資源就可以大部分的 灌在那個拍賣行那裡 包括去買一些神話級角色的碎片 或者是說買一些籌段 來去拿一些主角的時裝下來 這都是你可以省下大量元寶 甚至說你可以先買一些 傳說級的角色 我看一下是傳說嗎 傳奇角色 比方說比較夯的就是 我們的子洛 或者是說小招的部分 甚至說是 沒超風 那那個天竹生也可以去做購買這樣子 那如果說像越世界現在最專注的 應該會在我們的陽過 那小龍女則無法在這個拍賣行那裡拿到 小龍女只能透過換的方式去拿到 那今天的主題呢 是要跟大家聊 我們有關於江湖奇遇部分 其實江湖奇遇呢 共分大概四個吧 一個是這個老人吃包子的部分 然後一個則是這個神針 然後少林神針是射箭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惡霸 惡霸 然後最後一個是在這裡釣魚 這有一個漁夫 那這四個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漁師傑想跟大家講 分享的是 其實 因為射箭來說的話 比較難去拿到 就是比較好的那個 因為漁師傑射箭射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會放捨棄這個 因為我覺得他獎勵沒有給的很好 我覺得 四個獎勵裡面給的最好的應該是 是這個 五個不好意思說錯了 漏一個 這個還有一個書生的部分 五個書生 應該會首選的話 是這個漁夫 漁夫有時候釣魚 釣魚給五次嘛 那如果說 中間有幾乎 大部分都可以拿到元寶 然後跟一些 有機會 還有機會拿到九陰產業 跟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但是其他的那個 獎勵的話呢 都沒有像那麼好 像是跟乞丐 比賽那個大衛王 雖然說他比較簡單 但是他給的獎勵有時候都很爛 比方說他可能給一點點經驗值 以及少許的那個 元寶 或者是說一些 這個俠客的碎片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都沒有說很好 反倒是我們的這個 喬夫他 就是漁夫 他有時候會拿到九陰產業 跟九陰蒸氣的部分 那他給的東西都會比較 而且五波下來 其實賺的元寶也不少 也不少 那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猜 這個進你猜的部分 也就是說 他會出題給你猜 那 全部達到有機會 還有機會拿到那個這個 這個裝備祕寶部分 我覺得這個也蠻重要 因為裝備祕寶打開的話 他也可以獲得一些 增加我們主角 戰力的部分 戰力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 這兩個是比較值得 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可能一整天下來 忘記打 那你剛好有遇到 如果說一直遇不到 那你就 你就跟 乞丐搶 吃那個大 吃大衛王 然後比賽一下這樣子 那真不行的話 也可以跟惡霸 那我覺得惡霸 乞丐都沒有說 我給的東西都沒有說很好 那射箭 因為世界本來就射得很爛 所以我就 基本上我就不去射箭 因為我覺得射箭 沒辦法讓我獲得 更好的獎勵的部分 那其實對於無課玩家來說的話 拿到一定資源的獎勵會是最好的 一定資源獎勵會是最好的 你要 緊急一點 無課玩家在玩任何遊戲的時候 拿到資源 會是你首選的部分 拿到資源會是你首選部分 你一旦資源比別人落後 你就沒辦法去投資各個角色 什麼之類的 都是一個比較 無課玩家 必須要特別去注意的一些重點 好啦 以上是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 有關於這一集 江湖奇遇 你應該選誰 來去當做你的首選 那再回顧一次 第一就是 漁夫的部分 釣魚 因為釣魚比較有機會 那釣魚的技巧 請各位特別注意 如果說魚真的跑得很快 你要特別注意 魚有時候會 快接近你的時候 就突然間轉向 所以說你不要太早的按下 反而是魚會跑掉 刻意的稍微等一下 然後確定那個魚 稍微進去框裡面之後 就是你可以釣到的範圍之內 你再把它按下去 會比較好點 會比較好點 避免你以為抓到說 欸他可能要來 你就可能預抓一秒 然後去按下滑鼠鍵 但是或者按下那個螢幕鍵 螢幕的那個地方 然後 要看你是玩手機 還是用那個電腦去玩 那你就可能會miss掉 你就可能會miss掉 江湖奇遇 惡霸 我們打一下 看一下惡霸能給我們什麼 惡霸的話 給的東西都不是那麼好 我還是不要推薦 你就用那個漁夫跟那個其他怪 你看他就沒有給元寶 只有給高級招木鈴 然後跟這個才五個死士 所以我不會建議 玩家去弄 因為一天好像有試塞幾次而已 所以說我覺得 我不會建議玩家 就去 接這個惡霸的任務 反倒是這個 蘇生用拆的部分 或者是說 這個漁夫的部分 會比較好一點 好 以上是月世界 想跟大家做分享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請在右下方幫我按起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影片定手資訊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